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只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当成工具 为了表达我们的心声 所以我们走上了绝路 上了国道 不管有多危险 其实上国道我知道很危险 因为我们在那边工作了十几二十年 那边的环境我们比谁都清楚 但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走上这一步 才能被社会大众 才能被政府官员听见看到我们的声音 为什么很多人质疑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国道作为我们的战场 没办法 因为我们就是国道收费员 我们来自于国道 所以请大家体谅我们 为什么会出此下策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尤其是马英九总统 他今天来到这里帮连胜文竞选 我们觉得你不要一直忙着竞选的工作 你也要关心一下基层的老员工 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心声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也许会阻碍到你们 妨碍到你们的交通 但是10月25的时候 我们占领了中立段的高速公路 也许造成大家的不便 但是大家的不便是一尺的 我们的年资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体谅我们 马英九 面对收费员 面对收费员 只顾选举 自顾选举 不顾劳工 不顾人偶 只顾选举 自顾选举 不顾劳工 不顾人偶 联圣文 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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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慢点 走慢点 快点 你先走 慢慢来 他们把我们打到我们的 先让候选人跟选民互动 不好意思 谢谢就是 所有这边的 谢谢 Pop 都有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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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舞 鼓舞 公共市双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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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回選舉 迫害勞工市回選舉 迫害勞工市迫選舉 市回選舉 補刀收費一個 補刀收費一個 華龍之救會 馬英九不要自告選舉 跟交通部跟勞動部破壞勞工 指揮選舉破壞勞工 指揮選舉破壞勞工 指揮選舉 指揮選舉 選舉破壞勞工 指揮選舉 選舉不上 但加冊超重 指揮選舉 再掌兜 指揮選舉 恋過壞勞工 海外整個都是公明 各位的成員還有吳教授 已經成功的有突襲到馬總統 跑到離他很近的地方 還有我們的訴求 讓馬總統聽到我們的心聲 最後面我們還是要承動的呼籲這個政府 如果這個政府不盡速的解決我們收費員的問題 解決我們年資被吃掉 勞保受損 失業這種種的問題 那麼在十一二十八號的時候 我們將會再次進行更激烈的抗爭 我們希望這個政府能夠真正的看見勞工失業的處境 看見勞工被這個政策受害的處境 819 面對收費員